大家好,我是东东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部电影 荒岛野战,美女们产照色狼摧残的故事 一群韩国旅友到野外游玩 两对情侣外加一条狗 不巧,车子在半路陷进坑里,出不来了 无奈之下,旅友们只好汽车徒步走路 走了半天 找到了一家小酒馆吃饭 钟秀身上的弓箭让老板娘好奇 他告诉他,石岛上有野猪可以打猎 钟秀对上岛很感兴趣 老板娘警告,这岛很邪门,很危险 钟秀不理会威胁警告 带大家找到了渔船出海 同行的还有三男一女钓鱼课 船长长相猥琐 钟秀不想钓鱼 向船长提议到岛上去玩玩 船长带众人上岛 大家各自结伴,散开去游玩 花园在岛上突然来了兴致 有了野战的念头 两人激情野战 钟秀豪气的放箭 林子里居然有人 同一时间 钓鱼课情侣 闹感情纠纷 男的从牙上跳了下去 钟秀的一剑 刚好射在跳崖男的心脏上 这也真是太巧了 杀人呢 两人惊慌不已 钟秀发现还有另外的人在现场 钟秀花园若无其事地回到营地 雅音跑回营地 痛苦的哭叫 欧巴被杀了 钟秀文西东营三人 四处搜寻变态杀人魔 在一个废弃的军事设施里 抓到一个红衣男子 文西的狗也被男子煮了吃了 红衣男子被带回营地 被众人一顿暴打 他们不知道 他是一个精神失常的退伍军人 雅音醒过来 发现退伍男其实是救命恩人 就把他放了 钟秀很生气 带领几个人接着去找杀人魔 东营尿急在路边方便 突然突然冲了过来 捧了他 鲜血喷了出来 营地里突然来了两个男人 胡须男 胡须男 鼠木男 自称是附近的渔民 胡须男就是刚才在林子里的那个人 色眉眉的盯着花园 不一会儿就走了 钟秀把东营的尸体背回了营地 领带男趁乱 用药把大家迷晕 自己一个人跑路 李大叔追了出来 被领带男残忍的掐死 领带男斑木碰到了退伍男的结姬 吓得屁滚尿流 领带男被镰刀割喉 死相难看 船长似乎把岛上的人忘了 原来钟秀交代 只有打电话的时候 才能过来接人 钟秀醒来 想打电话 没想到 没想到和退伍男 遭遇 这些人 都不够了 赶回营地救人 反备两根鱼线 捆住了 两个流氓得意洋洋 变本加厉 变本加厉 退伍男 这时候出现了 和流氓搏斗起来 退伍男 退伍男 杀死了 鼠木男 胡须男 杀死了 退伍男 忠秀 失血过多 死在花园的怀里 愤怒的文西和花园 捅了胡须男 重伤之下 胡须男 还是把两个女人都杀了 醒来的雅音 在背后完成致命一击 终于把她杀死 雅音在岸边 发现了皮艇 滑艇逃离 船长在海里救起了雅音 但竟想趁人之围 杀红了眼的雅音 把船长也杀死了 除了雅音 所有人都死了 这个岛够悬门了 这是一部典型的韩国雪浆片 情节简单 极力渲染 性和暴力 印象最深的是女主金花园 美丽性感 气质不凡 不酷为情色电影界的战斗机 好了 故事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 欢迎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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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